欢迎回来继续Focus 英国工党在野14年 今年7月重返执政 新政府提出预算案 首位女性财政大臣宣布 要增加400亿的英镑税收 来填补改善公共服务 他强调增税对象不是劳工 而是企业雇主 英国的税收将从GDP36% 一举台高到38% 这是历史新高 工党说前政府留下来的财务黑洞 高达220亿英镑 而前首相苏纳克说 工党违背选前不加税的承诺 在野党磨刀磨磨磨 要反击整个预算案 英国今年7月大选后变天 在野党工党取得国会多数席次 新政府在4个月后提出预算案 英国首位女性财政大臣李福斯 30号提着红香从唐宁街官邸出来 供媒体拍照 代表他将向国会报告预算计划 工党在野14年后再度执政 希望把握机会改善经济 进行财政改革 争取民众认同 李福斯大胆宣布 要增加400亿英镑的税收 李福斯表示增加的税金将用来填补和改善公共服务 他也强调不会向劳工增税 而是要企业负担 另外还会增加资本利得和遗产税 英国税收将从占GDP的36.4% 未来增加到38.3% 创历史新高 李福斯80分钟的预算报告内容 包括在未来五年每年增加700亿英镑的公共支出 其中一半的裁员来自增加的税收 要为老师国防人员和公务员加薪 政府也将投资1000亿英镑在公共建设计划 改善学校建筑 增加意愿床位和设立诊疗中心等 新预算案也将继续动涨燃油税 李福斯还宣布酒吧的啤酒要减税 议员们发出一阵欢呼 这也反映出英国人喜好酒吧文化 政府也乐于制造小确幸 工党政府早在几个星期前就释放加税消息 让市场和民众消化冲击 这个策略显然奏效 预算案公布后市场维持稳定 尽管李福斯承诺不会增加劳工税收 但财经专家认为加税后的大部分负担最后还是会转嫁到低薪劳工身上 英国民众对新预算的看法两极 有人认为被工党背叛 但也有为数不少的民众相信必须暂时忍痛 弥补前政府留下的财政黑洞 执政党工党批评前政府 留下220亿英镑的财政黑洞 前首相苏纳克则指控工党违背选钱不加税的承诺 在野党也磨刀祸祸 要反击预算案 英国经济迎来新气象 美国同样有好消息 第三季经济成长为2.8% 虽然低于预期 但国内消费支出强劲 通膨也持续趋缓 7月10月增聘了23万员工 是去年7月以来的新高 显示美国经济仍稳定向上成长 TVBH新闻总和报道